我们刚才提到上帝 现在我们要提到神的话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顺服基督 然后成为神话语的见证人 但是如果在上掌权的 他们所教导的是与神的话有冲突的怎么办 万一掌权的 他们曲解神的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法院 我们能够上诉呢 有 所以在16世纪的改革运动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从属灵的角度 仿佛马丁路德他向天上的高等法院申诉 引用了神话语的权威来作为他唯一的辩护 然后这一切在现实中是怎么发生的呢 所以我要提到在1521年 有一个帝国会议被召开来决定马丁路德的命运 所以那个会议在德国沃尔姆斯举行 所以这个就被称为沃尔姆斯会议 所以如果你有做你的研究 你就会认识这个事件 所以那个时候呢 马丁路德他就站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武士面前 但是他拒绝撤回他自己的观点和著作 所以路德他曾经说过一些不朽的话 所以他说 除非圣经或理由清楚地说服我 我不能收回我的意见 他说我受所引用的圣经约束 我的良心受神的话捆绑 所以如果我违背良心 这是不安全也不震荡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唯独圣经的这个要义就出现了 所以从此唯独圣经就成为新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战斗口号 所以这个沃尔姆斯会议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为了让你们晓得上帝是安排整个事件的 我要给大家一点背景 所以在路德早前 他与天主教一些主要的神学家辩论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引导 导致他承认他认为教皇还有教会的委员都有可能会犯错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甚至会叫一个人被赶出教会 所以当马丁路德他被命要撤回他的这个因性称义的教育的时候 他坚持说他的教义是按着唯独圣经而来的 因为他说唯独圣经提到因性称义的这个要义 所以唯独圣经跟唯独信心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为什么只有唯独阴信才能称义 因为唯独圣经这样说 就是这样 让我们更能够理解 所以当历史家他们提到这个改革运动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提到这个物质因跟形式因 所以物质因就是指着因着因性称义的要义而来的这个纷争 但是这个形式因就是在于圣经的权威的这个争议 所以因为我们唯独要抓住圣经 所以称义是只有唯独靠信心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我们不能靠着遵守一些教会的传统来叫我们的罪得赦免 所以罪是不能靠着赎罪卷 散行或是朝圣或是炼狱等任何其他东西来被赦免的 除了因性称义以外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样说还是我这样说呢? 因为圣经这么说 唯独圣经这么说 所以你看到这个相关的部分吗? 所以对改革家来说 如果我们拒绝圣经最关键的要义 那个是最悲惨的 所以如果我们否定圣经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那个时候开始其他的教义都会被冲淡 所以改革家他也承认有别种的权威 就如教会的委员会 民事的裁判 教会信条 教会的做法实践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是从神的权柄而来的 所以他们不能被视为是绝对的权威 因为他们绝对不能完整全然地约束人的良心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物的 他们是可变的 但是神的话是无谬物 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你不能跟一个人说 你要这样的管理教会 你要这样的教导圣经 你要以这样的方式只能用管风琴或是钢琴来敬拜 然后你施行洗礼的时候只能靠敬水礼 所以你能只有儿童奉献礼 但是不能做幼喜 如果你强把这一切套在任何的教会 任何的宗派 那是错的 因为你要了解这一切的传统 习俗还有方式 都是借着神话语的权威 所以我用的字眼是 眼神 所以是从神的话而眼神 不是神的话本身 所以这些传统习俗不是与神的话平等 你要遵守 你要尊重这些传统习俗 在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宗派 你需要遵照这些习俗 但是他们仅仅是教会的传统 还有做法而已 他们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传统强套在普世教会 还有任何的信徒 但是你能够拿着圣经去另外一个信徒 告诉他你需要受洗 你需要读圣经 你需要遵守主日 因为这些是圣经直接的教导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明白 什么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为它是无误的 所以我们讲到圣经的无谬性 我要让大家能够对历史的细节清楚 所以一个很普遍的误解就是 改革家相信圣经的无误性 但是罗马天主教相信教会还有传统的无误性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所以你的天主教的朋友 他们会生气 如果你指控他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 所以在改革运动的时候 两方都承认圣经是无误谬的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圣经是特殊启示唯一无误谬的源头吗? 对罗马天主教来说 他们认为无误的特殊启示有两个来源 就是圣经还有传统 所以因为教会传统 他们也有权威 所以罗马天主教不许可任何人 以违背传统的方式来解释圣经 这个就是路德他后来做的 以至他被定罪 然后逐出 感触教会 那改革家呢? 改革家也相信 上帝有借着两个源头来写明自己 就是特殊跟一般的启示 所以一般的启示就是 上帝藉着自然来显示自己 但是我们讲到特殊恩典的时候 那个是只有借着圣经我们才知道 只有一个源头 关于特殊恩典只有一个被写出来的这个源头 所以一般的启示并没有说明神的救赎 还有主耶稣他的位格跟作为 唯有这个特殊的启示给我们这样的说明 所以我们才抓住唯独圣经 所以我们看圣经说什么 所以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16节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多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所以他能够约束人的良心 他能够教训而使人归正 所以他必须是无不谬的 所以第17节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圣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呢 那我们之所以抓住唯独圣经 是因为这个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接着圣灵的感动 上帝把祂的话给人 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由人类的作者写出来的 但是当加尔文还有改革家他们讲到圣经的末世的时候 他们是讲到上帝是如何在神的监督之下 让圣经的人类作者写出圣经里每一个的字句 所以换句话说 上帝许可人类成为神启示的代理人 以致他们写的不但是他们自己的内容 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意义上 他们是写出神的话 所以圣经的根源是源自于上帝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 这个圣经是不是一些天才写出来的一系列的作品 这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是由超过四十个来自不同背景还有时代的作者而写的 所以他们用一个1600年的时光来写出圣经 所以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每一个圣经的作者 他们的个人风格都被保留 所以没有任何的疑惑的地方 所以圣经是在神的监督之下写出的 但是我们讲到神默示的话 这也证明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 因为神的生气在这个话语里面 所以约翰·派伯曾经说 我们今天查考圣经 仍然会发现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上帝借着祂的话语运行 通过古老的篇章引导我们 劝勉我们 与我们连接和安慰我们 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是被神默示的 这个有两个元素 这个是在神的监督之下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虽然是人类的作者写出来的 但是圣经的内容的源头是源自于神 也因为这样上帝会保护圣经免受人为的错误 但是这个跟人类的传统跟人自己写出来的文件是不一样的 所以实质上任何歪曲神话语的人都会受到比违背传统更严重的审判 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这点 但是尽管如此 这也不代表我们就要给教会制造麻烦来违反教会的传统 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爱教会 要爱神的心腹 所以如果我不认同教会的某些传统做法 我应该安静和平地离开这个群体 而不要给这个教会的和睦带来一些问题 我不应该直接与教会的信条或是管理有冲突 所以没有比扭曲神末世的话更大的罪 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末世的话 这是第一点 所以当我们说神末世的话 这个也意味着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 也就是说神的话在每一个时代 每个年代 每种背景的人 神的话对他们都是贴切的 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 没有一个时刻神的话是过时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 他会犯的第一个错误 就是把神的话缺解来迎合文化还有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很好的查考圣经 然后了解它的原意 然后才应用神的话在我们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一定很清楚 当我们以圣经所说的来传讲圣经的时候 神的话本身会对人的心灵和有环境情况来说话 所以第一 我讲到神末世的话 第二 我要讲到圣经的无谬性 所以改革家他们认为 既然圣经是被漠视的 所以他是无谬的 所以无谬什么意思呢? 所以无谬的意思就是 圣经的话是没有缺陷 而且也不可能有错误的 所以上帝是没有失败的 所以他的话也不会落空 然后上帝为什么不会失败呢? 因为神的本性跟属性 所以上帝的本性是什么呢?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然后神的属性是他完全的圣经公益 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本性跟属性 我们的上帝不是只有公益 但是没有知识的 如果神只有公益 然后他不是什么都知道 他有可能有一些诚实的错误 但是我们的上帝也不是无所不知 但是缺乏圣经公益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 上帝的话就有可能有这个恶意的撒谎 所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 然后完全公益圣洁的 所以他的话一定是无谬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的本性就是神话与无谬性的根基 所以如果你发现 我讲的任何教义都是以刚才那个主导的教义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知道神是不会犯错的 他不能犯错 我不可能无所不知 因为我只是一个人 但是神不可能犯罪 因为他无所不知 神不能犯错 因为他在道德上是完全完美的 所以神的话也不可能有错误 因为如果神的话是有谬的 那个就不是神的话 如果你所认为的上帝是会有谬虚的 那你对神的认识是有错误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逻辑的 但是有些神学家他们承认 神的话是漠视的 但是是有谬的 所以这个是自相矛盾的东西 如果你说神的话是有谬的 你干脆说神的话不是漠视的 你不能有一个 然后缺乏另外一个 所以如果神的话是有谬的 怎么可能与教训读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有益处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连贯性 有一致性 所以另外一个 改革家除了说神的话是无谬的 也说神的话是无误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仿佛这个无误好像是多余的字眼 因为这个无误跟这个无谬很相似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个细微的差别 所以我们讲到无谬的时候 是一个东西不可以有错误 当我们讲到无误的时候 实际上它没有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讲到无谬的时候 是讲到它的能力 还有它的潜能 因为上帝没有犯错的潜能 上帝是不会死 不会犯罪的 所以那个是无谬 这个是在于神的本性 还有神的品格 但是当我们讲到无误的时候 这个是讲到这个实在性 就是在实际上没有错误 所以比如说 如果今天我的讲道这么完美 没有任何的错误 所以可能我今天的讲道没有语法的错误 没有历史的错误 没有任何的错误 所以在我有限的讲道经历方面 这一次我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代表我这个人是无谬的吗 不可能 因为我下一个讲道有可能犯错 但是上帝跟神的话并不是这样 上帝的话是无谬的 因为神是无谬的 所以上帝的话语里面根本没有可能性 也没有潜能有错误 因为圣灵不会犯错 圣灵也不会撒谎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也是无误的 所以无论你是讲到语法方面 历史事实方面 工作原理方面 还是道德方面 都是无误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查考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查考神话语的细节 那个时代 那个名誉 那个排比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 因为那个是神所默示的 他是无谬的 也是无误的 但是有些人还质疑 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 有人质疑圣经的无谬还有无悟性 我这里就提到两个 为什么会有疑惑呢 因为据说 这个圣经的无谬误性 不是十六世纪改革家所制定的 但是这个无谬性的制定 是被十七世纪 被理性时代所影响的圣经学者所制定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不是由十六世纪的改革家带来的 是十七世纪的圣经学者带来的 所以我要引述路德所说的几句名言 让你自己判断 所以路德说 圣经虽是人写的 但不是出于人 也不是人为的 而是出于上帝的 因为是上帝末世的话 路德也说 圣言必须站立 因为上帝不会说谎 在他话语中 最重要的字句或标题 仍未实现以前 天地必将化为废墟 路德也说 我们只想以圣经为荣耀 因为我们确信圣灵不会敌对自己 或是自相矛盾 路德也说 圣经绝对不会有错误 他没有用这个无误信 但是他说 圣经不会有错误 他说 上帝不会说谎 甚至在马丁路德之前 在第四世纪 奥古斯丁他写信给圣洁罗姆的时候 他说 我已经学习 只把圣经当作是无误的 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引用这个无谬性 无悟性的这种术语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明言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圣经的无谬悟性 不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学者是经过了很多轮的辩论才达到这个结论 认同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 也是无谬无误的这样的教义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们如果看清圣经 这个是极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经历 放在高过圣经的地位上 我们就是大大的藐视圣灵 所以那些认识改革家 改革中信仰的 他们就不会轻易地掉入相对主义 还有经验主义 因为他们知道 改革家是拼了命要抓住维读圣经的教义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只需要记得这个末世 无谬还有无误 但是改革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来带来这样一个结论 他们写了无数的著作 来证明这些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不是我在主日崇拜能够说的 只有这样一个培训班我才能够说明 第二个让人怀疑圣经的无谬性 就是有关圣经的翻译还有解释 有些人说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或是读到圣经的原稿 还有他们作者的亲笔手稿 所以我们不能坚持说圣经是无误谬的 所以有些人说 上帝的话的确是漠视的 但是不是无谬的 然后有些人也说 最靠近原文的圣经翻译就是 英王清定版 所以我们一定要读那个圣经才可以最准确认识神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偏见的批评者 看到圣经几个的操本有一些的错误 就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充满错误的 我们要很清楚明白 改革宗神学他们坚信的是什么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改革宗神学并不坚持说圣经的翻译和解释是无误的 我们都很清楚 任何人 我们读圣经 我们翻译圣经 我们解释圣经都可能有误 为什么 因为人是会犯错的 甚至人的语言也不完全 甚至英王清定本也不完全 因为时不时我们也看到 某些的圣经术语也没有被翻译的 能够完整地把那个原意带出来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们只有引述牧师所说的 但是自己没有读圣经 这是非常愚昧的一件事 你要知道 你的牧师不是 你的牧师跟他的讲道 不是无误的 但是圣经是无误谬的 所以人的解释 人的翻译 有可能是有错误的 所以人的解释 人的翻译 有可能是有错误的 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经的内容是无误的 我们的意思是 上帝透过人类作者所漠视的原文是无误的 然后无误的意思就是 圣经所肯定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真实的 因为圣经的作者在他们一切所肯定的事上 都说出了真理 然后另外 无论圣经他所断言 所肯定的是什么 他都是以真实可信的方式而说出来的 所以你在圣经可能看到这个字眼 那个字眼被翻译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整个圣经要表达的原本的意思 有关神 有关人 有关世界的 并没有改变 所以解经试经的人要做的就是 以最有可能最好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圣经 这个也是健全的圣经神学教导我们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好的圣经注释本 这也是为什么在神学院 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它的原文 好像希伯来文 希腊文 要了解圣经的背景 因为我们要减低我们在读经 解经 还有传讲圣经上 有可能犯的错误 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读圣经每一个字 每一个段落 我们都要这样做 当你对任何的字眼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考察那个原文的意思 所以这里来到这堂课的尾端 我们要讲到如何解释圣经 解经 所以改革运动所带来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个人试经 所以改革运动家为了把圣经放在平信徒的手里 他们付上很大的代价 所以这个个人解经的原则是在历史福音派非常受强调的 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有那个权利也有那个责任来自己读经 他们也应该自己解释那个圣经 但是罗马就把这个当作是新教徒许可普通的信徒 不但是自己读圣经 也随意曲解圣经 这是一个合理的故意 当然改革运动家也是反对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改革运动家认为每个信徒有权利自己解释圣经 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按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去解圣经 但是如果你只有停在个人试经 这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这个个人试经一定要安置在另外一个原则上 就是圣经的清晰性 也就是圣经的清楚度 所以路德他说的确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难明白的经文 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需要圣经老师 我们也需要注释本 但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信息是任何人都很明显可以明白的 然后圣经里面最核心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救恩 所以如果这么重要的信息能够让平信徒能够读到能够明白到 那就算有一些曲解神话语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所以就因为这样在新教教会里面 平信徒也能够有圣经自己读 然后传讲神的话也成为一个历史新教的主要礼仪和崇拜的元素 所以如果没有改革运动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怎么可能能够拿到圣经自己读自己解释呢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 上帝在教会设立还有恩高牧师传道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所以因为当我们许可个人试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设定正确的解经法 所以在解经方面 我们一定要避免主观性还有富有想象力的解经法 但是我们一定要遵照圣经试经学的因子 有些人会知道这个字眼 如果你上一些圣经的课程 你就会知道这个试经学是什么 所以圣经试经学就是一门学问来教导人怎么解释圣经的原则跟方法 然后改革家为试经学设定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就是信仰类比 简单来说就是已经解经 你们听说过吧? 这个圣经是要用来解读圣经的 所以这个背后的假设就是既然圣经都是没有矛盾的而且合一的 那么对任何经文的解释 我们都应该与圣经其他部分所教导的来一起对照 因为我们在西总神学说 这个圣经是合一连贯而且一致 所以我们要以经解经 我们每次提到创世纪三章 所以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上帝跟女人说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所以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 所以以前我很好奇 难道说这个女人我也非常渴望 渴慕她的丈夫吗? 太太们 你们渴慕 渴望你的先生吗?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咒诅 在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咒诅 所以单单凭那个一个字也好像不太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要以经解经 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四章七节 用差不多同样的语法 上帝跟甘寅说类似的话 他说 罪必恋慕你 所以罪恋慕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感应罪很渴慕你吗? 所以很显然的 这个罪是要挟制你 要影响你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来解释创世纪三章 你就了解 这个女人要恋慕丈夫是什么意思? 所以人堕落之后 上帝给女人的咒诅 就是女人不是要顺服她的丈夫 她乃是要控制挟制她的丈夫 所以这个就是以经解经的例子 所以那个只是很多东西当中的一个例子 但是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地探讨世纪四经学 那就越来越复杂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体材分析 这个也是世纪学的另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对一般的写作风格 语气 形式 结构 读写技术 内容设计 相关的语言因素的一种分析 所以当你在解经的时候 这一切都要被纳入考量当中 给你们一个例子 比如说彼得跟保罗他们的写作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当一个作者他用一个字眼来形容一个意思的时候 另外一个作者用同样的字眼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避免不要认为两个作者用同样的字 他们的意思就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们记得我在崇拜的时候 当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也参考这个《路加福音》 因为这两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同样的作者《路加》写的 所以如果同样的作者一直重复地用同样的字在两本书 我知道它的意思是相类似的 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都参考旧约跟新约 所以如果有一个字 它是以希伯来文在旧约写的 那它在新约的希腊文是一样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研究 所以我们讲到体材分析的时候 有很多的细节 但是我不知道要叫你们混乱 但是我要给你们一个概念有关严谨的圣经解释 所以这个也意味着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们参考一些很好的注释本也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把自己的意思注入圣经 然后只有符合文化 但是不符合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常常说 圣经里面最被误解的字眼就是爱 上帝爱世人 神是爱 所以你怎么解释爱呢 是按着你的文化吗 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吗 是上帝以我们是谁来爱我们吗 还是普世的爱 或者是一个独特性的爱 或者是一个叫我们悔改的爱 或者是一个会引来嫉妒的爱 因为神祂爱所以祂也是有记恨的 祂是一个记邪的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试经学 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意思所主导 但是我们不会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心就被错误地指导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说 我们的心都是诡杂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传讲神的话 你很认真想知道神话语的意思 那严谨的试经学是很重要的 然后改革运动带来的其中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字意解经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字句 那个最简单 纯正 自然的解释 所以我们不能强加上一种比喻性的意识在经文当中 比如说我们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 我们不能说那个受伤的犹太人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 然后那个客栈是教会 所以你要把那个受伤的基督徒带来教会 然后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贴切 但是你是把一个意思强套在这个经文身上 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防的是寓意解经 所以你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在争战的时候 他们都是与哥利亚在争战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征战 我好像是在与哥利亚征战一样 你可能征战的是你自己的哥利亚 不是圣经所讲的哥利亚 然后你不是因为你在等波阿斯 你就是路德 不一定 可能你在等待你的如意郎君 但是你的心态跟这个路德 圣经里面的路德不一样 所以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 你非常受感动 你认为你的波阿斯要来 我不用继续再多说明 但是我一定要声明 没有任何的牧师能够很完美地试经 当我看回去 我过去的讲道 我必须承认 我是有可能会犯错的 所以我也读到甚至圣奥古斯丁也犯上寓意解经的错误 所以我就得到一点安慰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着完美 竭力追求 但是到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所有健全的正统试经都得到一个结论 圣经任何的经文都可能有许多的应用法 但是它只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神不是混乱的神 祂是无限的 祂是无限的 上帝可以说一句话 然后那句话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情况当中 但是神不是混乱的 所以当我们读一个经文的时候 神的原意只有一个 神全备的原意只有一个 神全备的原意只有一个 你可以读到有关神主权的教导 或者是耶稣的比喻 或者是旧约的一个历史事件 还是诗篇还是真言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那个经文只有一个最真实 最全备的意思 然后那一位解经者 他必须清楚明白上帝话语的原意 然后才可以把经文应用在自己 还有自己所牧养的群体 这个才是按着真意分解真理 那个就是我们高举神所默示神无谬无误的话语 但愿神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一起来祷告 神我们为这密集的课程感谢神 神我们要认识祢有太多我们需要懂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这么的缺乏 神我们求祢帮助 求神祢将智慧和启示灵 猜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得到祢的启发 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祢的话 还有真知道神 求神叫我们对祢的话有喜爱也有这个兴趣 所以当我们在读还有解释圣经的时候 求神祢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真意分解真理 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有分辨力的基督徒 但是也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论断性的基督徒 当我们在知识成长的时候 求神也帮助我们在爱心也成长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感恩 阿们